第1808集 锐尾变色 这些人太过分了 一唱一和 贬驳叶凡实在是包藏火心 齐心可诛 他真怕叶凡生怒 不管不顾 在这里大开杀戒 那样就坏了 必有大难 显然中年道姑 红柳 蓝峰都在期待 希望他们抱起 而后占据道理 进行责难 叶凡很平静 举杯同锐尾 轻碰了一下 神是百态 六欲红尘 什么样的人都有 理他们作甚 就当是犬肺 唰的一声 一道道目光射来 犹如一饼饼利剑 让这里的气氛 更紧张与冷冽了 人们预感到 可能会有一场大碰撞 天雀中说话的人 少了很多 纷纷注目 就连那锦衣公子 金箍竖发的头驼 以及另外六七桌 独尊一方的 种子级强者 都漫不经心的 向这边看了一眼 中年道姑 嘴角露出一缕 鸡翘之色 淡淡的笑了 红柳眼中的杀鸡 更浓了 蓝峰很冷淡 盯着叶凡 看了几眼 他们那一桌 有一股杀气弥漫 叶凡自然知道 这是中年道姑的盟友 合在一起非常强大 不容忽视 想来 这几日他费了一番功夫 挑拨 拉拢了一帮人 一批人 登临空中 这座巨雀 军为山主道 五人迈步而入 正中那个人 龙行虎步 头戴紫金冠 身穿麒麟甲 鹰尾步凡 带着一股压力 如神月破来 似神王降世 那蓝衣儒雅的蓝峰 带着笑意 起身相迎 君为兄这边请 中年道姑 也是持扶尘而进 认真 而带着一丝 敬意相请 与对叶凡时的冷漠 大不相同 此刻满是笑意 以道家之礼相见 君为山主 宁动星空古路 以人独闯九十九道天关 走得可是最艰难的 试炼路之一 实乃天纵神资 洪流等人也陪笑上前 对此人认真相待 不敢有丝毫不敬 如众星捧月般 将其引领到桌尾前 天雀中 其他人都露出惊荣 这个君为山主 不少人都有耳闻 举席来自一片 古老的星域 这几日间 不断有人去拜访 俨然是四百三十 七名失恋者中的 一方朱雄 这绝对是前排人物 不若那八九位 独尊一个桌位的修士 让各方生畏 被许多人看好 君为山主 来自一片 古老星域的书院 所学恐怖多败已成胜了 他惊起那脸 不露一丝一缕 难度深浅啊 但想来能闯过最难走的 九十九道天关 一定是超凡入胜 这是人们的评价 对此人格外的高看 心有忌惮 想走上地路 这绝对是一个强大的争雄者 君为山主 具有一双子童 锦官树发 具有龙虎之姿 坐在那里 无形中就给人一股威严感 方才听到你们在议论杀手 真的有端倪了吗 他平淡地开口 子童深邃如海 一个萧小而已 不值一提 让他得以一夜 明日进试炼场 让他原形毕露 中年道姑 漫不经心地说道 不就是他吗 暗中猎杀同道 舍不赦 我觉得明日间 我们该群起而伐之 红柳怒嘴 更是用手指 点向了叶凡那里 这一次不加眼 是直接针对 是啊 这样的人太卑劣了 暗中杀害竞争者 心胸狭隘 再让他活下去 指不定还有多少人会遇害 当共除之 这一桌位的其他人复合 天雀中许多人都露出 异色望向叶凡那里 也看向中年道姑等人 窃窃私语 一群不知死活的东西 叶凡饮下一杯酒 向那边扫了一眼 目光漠然而无情 刹那间 天雀中静到极点 这是不可化解的矛盾 即便眼下不开战 明日也避讳在试炼场中 惨烈搏杀 中年道姑身排有人站了起来 你在说谁 而且一下子就是五六人 冷冷的望来 以示压人似要血涂此地 所有人都以为叶凡会冷漠讽刺 却没想到他相当的直接 说的就是你们这些 迎宠狗辈 你以为自己是谁 一个见不得光的卑鄙者而已 可敢与我光明一战 百招内娶你向上人头 一个人出力 阴狠地说道 显然 这只是一条出头的枪 事态于挑衅叶凡 爱尔沙与我无关 如果你非要向我身上泼脏水 我不介意充当一回杀胜 叶凡轻蔑地扫了他一眼 另外想与我一战你还不配 何须摆招 一刀足以斩你 叶凡在说这些话的时候 字字铿腔正耳 有一股狂霸的血气铺天盖地 让此人脸色雪白 仿佛见到了庞陀血雨 倾覆天地 你 他心里憋得难受 踢开椅子 忍不住走了出来 竟是要对叶凡挥剑 唰的一声 一道亮光闪过 叶凡背对着他头也没回 将一杯酒洒了出去 砰的一声 将其撞飞 口中喷血 直挺挺地栽倒在一个角落里 像是遭遇了万军重击 不少人变色 一杯水酒而已 将一味强者撞飞 手段惊人 让很多修士忌惮 哼 你真是飞扬跋扈 在人族第一城中大动干戈 不当成归是一回事吗 如此作为 嚣张狂妄 妙视诸雄 想与所有修士为敌吗 终年道姑冷笑 明明是你我间的恩怨 扯上这么多无辜的人坐身 污蔑我为杀生 挑唆这么多人来对付我 你不嫌下作吗 叶凡看着他 毛子中神光战战 每一句话都如剑名 震得人双耳嗡嗡作响 既你所能去请人 明日进修炼场 无论来多少人 我都一并接着 你来阴暗伎俩 我以光明一剑斩之 这就是叶凡的杀机 最终所作 不过是一个站字而已 瞬间 天雀中寒到极点 冰冷刺骨 双方剑拔弩张 还未进试炼场 似乎就要大战一场 突然 惊叫响起 满手嘶吼 像是有异常的事情发生了 一些修士是 齐作异勤 古兽进城的 天雀外自然也有 照料这些坐齐的地方 此时发生了大乱 满手嘶吼的声音 传了进来 齐音巨大 让中年到枯内 桌位的不少人变色 哼的站了起来 向外冲去 天雀外 一片杂乱 传来喊叫声 这是谁的马 在这里逞凶 奇迹败坏的声音传来 叶凡与瑞维相互看了一眼 向外走去 只见那照料坐齐的地方 混乱的过分 秦宇兽嘶吼不断 本座不吃草 只吃肉 是这两头秦兽惹我 不得已才靠了他们 龙马的嚣张声音传来 中年道姑 蓝蜂 红柳等人神色阴冷 其中两人更是脸色铁青 他们的坐齐性命垂微 正在被架在火上烧烤 天雀的主人苦着脸 他送来一些灵草 结果龙马置之不理 旁边的一只孔雀 与一只黄金吼嘲讽 话语刻薄相当不敬 因为知晓自家主人 要针对赤林马的主人 结果呢 很可悲 龙马就是一个流氓 当场撂了三蹄子 将强大的孔雀 与黄金吼踹的翻白眼 昏厥了过去 直接拔光了他们的毛 以赤火烧炼 此时传出了肉香 这是怎么回事 一头马怎么如此嚣张 中年道姑等人冷声质问 可不可 少见多怪 没见过这么帅 吃肉的马吗 龙马呛声说道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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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